拍摄这首通的频道 我现在在地方是我第一个 就是一个国家 我是马里 本期呢 我要前往我的第一个 一十二的国家 富吉南法图 这会儿正在这个巴士车厂 早上六点钟 从半马克 有一班之后 去那个国家富吉南法图 入境之后的第一个城市 到了马里之后 非常振奋的一个变化 其实这边开始有大把车了 大把车的视线 舒适度 各方面都 这个比小马车好很多 不过这个大把车也挺挤的 一排的难做五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安全的原因 没有办法能到这个马里的北部 虽然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 在巴马克感觉到过不安全 但是这个希望下次可以去这个马里的北部 我仍然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这边非常非常广播的独立 马里 现在是到了这个西加鲁 是到边境之前的一个小镇 现在是下午降临一点钟 距离边境还有最后的五公里 我刚过了马里的移民局 我去了那个盖章的地方 盖章地方上去说要两千西块 大概就二十块人民币 我说没有 然后我就把护照给要回来了 然后我就直接走出去了 然后快回到车上的时候 过来一个大兵 他说你得盖章 然后他们又把我叫回去 他们又尝试着 挑毛病 说你签证已经到期了 其实我签证五月份的到期 他就浪费了十来分钟的时间 我说你仔细再看一看 这签证上面写了一个月有效 我是四月四号签的 五月四号才到期 这个地方边境让我想到的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其实本来是不存在这个边境的 边境就是他们拿着一个栏杆拦着了 然后拿一群带枪的一些位置 你得交钱 交钱才能过路 对他们来说边境好 就是一个收费的一个理由 这是在马里的结尾 也是让我一点小失望的一个地方 马里的移民局刚过去 就是布吉纳法索的国庆县 现在刚过了这个布吉纳法索的移民局 这个过境的这个过程非常顺利 他们只是看了一下电子签证 而且我电子签证甚至没有打印出来 只是在手机上 关于这个布吉纳法的签证呢 我是在这个马里的办法科 布吉纳法总领事馆办的 价格是33000西法 然后呢是单次签证 你可以停留90天 我是等两天出签 他现在是从纸质签证 贴纸签然后变成了这个电子签 但是你还是要去领事馆 办完这个签证 他们给你发这个电子的TBS 准备的材料呢 就包括你的护照的首页复印架 黄热冰疫苗的复印架 前一个他们的一个表格 还有就是你做一个酒店的订单 大概就是这四个材料 非常非常简单 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布吉纳法索的境内 直观来看布吉纳法索和马里区别并不大 边境这一块的感觉就是可能 布吉纳法索这边的公路稍微比马里那边差一点 但是感觉布吉纳法索这边的贿赂现象 比那个马里那边少了许多 说实话就是马里那边可能更腐败更难缠一点 但是这两个加起来跟几内亚比起来 什么都不是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已经在这个伯伯境内了 伯伯迪乌拉索 整整过去12个小时 一整天的时间抵达了伯伯 现在刚出车站 现在的第一件事是先去办一张手机卡 然后联系我沙发主 刚刚在这边一家店办了一个手机卡 所以它是ORANGE的 所以我个人感觉在这个 说法语的高法语言的这个 稀微国家呢 ORANGE这个号还是比较好用的 现在一辆非常非常非常当地的这个 转让 就是这种小三轮车 改装的这种车车 现在在我这个沙发主家里了 就是IDRESA 然后它这边有一种饮料 嗯 树的叶子 树的叶子 然后呢泡了一种叉 好 这些柠黄车 这种更好方法 发生的那支工资格 如果您有氟 모든种症态 好方法 你必须找到疾病 因此我只是用了 先放了点柠檬 现在到了开饭的时间 我要给我山河区送我的礼物 这是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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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我以前看过这些东西 中国人和澳洲人 任何人都没有给这些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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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之前我以前知道 因为她做了 她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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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我比我更加用 为什么 嗯 这是今天晚上的晚餐 里面 有这个沙拉 面包 还有鱼 还有这个 pasta 现在这地方是 伯伯我最想去的一个景点 这其实是当地的一个秦城寺 但是现在她好像在重新维修 所以当时呢 好像没有办法进去参观 我刚刚只是在外面往里面瞅了一眼 我觉得 非常非常别致的这样一个秦城寺 现在这个市场门口 还没有很多自己弄的那种饮料 我再挑一个 很便宜 大概就一块钱人民币 不知道这是不是红面包树的果汁 嗯 看着像 很甜的 你说它是椰汁吧 也不是椰汁 它是牛奶 也不是牛奶 各种味道不能来一口 嗯 然后这会儿有点奶香 很奇怪 旁边这个呢 你要是放在拉丁美洲呢 那就是 加本加茶 在中国叫洛城花茶 嗯 刚才甜甜的 有点像那个 银草的感觉 大概就是两块人民币 本来就是两块钱 这是当地的小吃 刚买了一份 银草的感觉 嚼起来有点像 米饭跟面之间的那种 一种东西 但我不知道吃茶 然后那个辣酱 这个辣酱很辣 五百肥肉 刚刚又要了点辣酱 我刚才费了好大劲跟那个比较让人用翻译软件蒸留 我的这个食物叫什么名字 这叫RTK 这是牧鼠饭 这些米饭和面子之间的这个东西是牧鼠 牧鼠做的 其实这种在亚马逊地区我曾经也吃到过 现在我正在从伯伯前往伯迪南卡州首都往下流 在这个巴士车上 这巴士车让我眼睛一亮 这个上面有充电的提供 上面还有这个电视空调 这个特别舒服还有WiFi 在每一个沿途车干行车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卖鞋工具 特别的那是一克大点湿的 特别大概一克人的这样一包 要是的话起毛钱 现在刚刚到这个摩家肚鼓 所以特别在这个车里面 这边当地骑摩的车 很多都是去吃的那种帮粮 几乎都是帮粮 那些都是 而且今天街道我看看非常正确 所以现在我已经到了 瓦家肚鼓博 然后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临天 美好的早上或是美好的晚上 这里是我第112个国家 不惊叹法组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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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